可是他提要廢監察院這件事情 黃國昌是直指 可是柯文哲是反對的 柯文哲是反對 國民黨也不認同 國民黨也反對 但是就是很奇怪 就三讀過後 傅崑奇就講了這兩件大事 不一定要疾問疾答 第二個就是廢調監察院 還有一個成立特徵組 成立特徵組柯文哲是反對的 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 有時候又在一起 有時候又反對 其實對傅崑奇來說 傅崑奇很聰明 他其實是不斷在試探 他在試探說哪些人可以跟我理念一樣 哪些人跟我不一樣 不一樣大家怎麼協調 這個人有沒有辦法協調 還是這個人 不是說現在 許曉欣跟他有的意見不一樣 對 那疾問疾答這一題不一樣 那他就在測試看許曉欣說 不一樣 是我要跟你喬 還是你要跟我喬 還是最後是我們兩個是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兩個一樣 搞不好傅崑奇也不斷在測試 因為傅崑奇不是一個笨蛋 傅崑奇做什麼事情他都有目的 他都有目的 所以他做這個測試 包括監察院 包括特徵組 包括疾問疾答 他很簡單 要畫一個表格 黃國昌支持反對 無意見 許曉欣支持反對 無意見 對照表一出來 他就知道 接下來誰可以是他 可是這樣不會傷了他的威信嗎 總糟 不會 無風喚雨 他一開始選上的時候他也沒威信 傅崑奇敢站在國會殿堂說他是刑法一百條 迫害入獄的 他都敢在議場上胡說八道了 他有威信 他今天要求你跪下來也可以 他今天拿到權力了 拿刀砍你大家都可以 他就這種人 你知道他那天講的胡說八道 有人敢這樣子 大家不會查 他是因為內線交易炒股 而且是國民黨執政時代辦他的 他那邊講說 我來救大家了 我是因為刑法一百條 把我破壞進去的 是民進黨破壞我的 國民黨時期查辦 辦了一二十年才入獄 然後呢 這樣的人拿到麥克風 敢公開向全世界說謊 所以仲江 你用威信兩個字 用他身上 這兩個字 太抬舉他了 不是 你太傷害威信這兩個字 一方面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他也可能在不斷的測試他的成員 因為他不是每一件事情 他的成員通通都接受 像監察院這一題 李彥秀也就主動跳出來 李彥秀算國民黨的文傳會主委 算是他講的話就代表黨的意思 那他就直接出來反對 然後這一個高雄的 他也出來說這一個沒有討論 柯知恩他也說 這個黨團沒有討論 沒有結論 那可能是副總召自己的意見 不過這樣子弄起來 其實傅昆錡測試完 他大概知道 哪一些人可以溝通 哪些人不能溝通 因為他剛開始當總召的時候 他其實也沒有 沒有這一個公信力權利 因為他當時不是跟賴斯堡要競爭嗎 很多人其實不爽 可是沒辦法 因為選舉的時候太多人 太多人拿到傅昆錡的恩惠 傅昆錡撕這種小費很厲害 傅昆錡會有會請朋友來幫忙 這些傳說 都讓傅昆錡在這個黨內 感覺就是一個大 然後你有什麼困難 來找傅總召 傅總召都會幫你協調 可是有時候他想要推他的案子 譬如說接下來你看那個花東三法 花東三法最近弄完之後 傅昆錡一定會再提的 那這花東三法在提的時候 到底會有誰又反對 比如說民眾黨搞不好 就是部分支持部分反對 那這個題目 民眾黨那八席就不穩定 那國民黨這一邊 還有誰會為了什麼財政拘役 譬如說賴斯堡 這種這麼重視財政拘役的人 他會不會也會跳出來反對 或者是就是這樣淡淡的 沒有強力挺 這個都很有可能 是 余將軍怎麼觀察 因為傅昆錡畢竟是總召 看起來最近是呼風萬語 只是說很難得看到 這個要賴總統說 只說不打也可以 既然黨內有這麼多人反對 包括徐曉鑫還有黃國昌 楊瓊也說 那跟演說有什麼不同 他一天被打四個巴掌 怎麼觀察這樣的情況 第一個先講 總統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是總統想去就能去 立法院要邀請 要邀請 立法院不邀請總統怎麼去 這是民主時代 那麼立法院邀請總統 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是報給你立法委員聽的嗎 不是 全民 大家都在聽 每一個投票者都在聽 要看看總統未來 整個要把中華民國 帶到什麼樣的方向 全國都在聽啊 不是只報給你立法委員聽的 可是他們現在通過了 通過了那個執行刑法 要總統怎麼做 對 急問急答的話 我說 如果你本身立委有做功課 你是針對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總統有的能答有的不能答 我例如如果有一個白目的立委 到了台上拿著笛子帶著唢納 一邊吹一邊跟總統講 總統我這樣子做有沒有藐視國會 你叫總統怎麼辦 他要怎麼回答 無法回答 對 說你是在藐視國會 我是立委 還我藐視國會 為什麼 現在絕大多數的人覺得 國會要不要改革 要 可是要的不是國會改革 是要改革國會 不是國會改革 是改革國會 裡面這一群亂的人太多了 要改革國會這些立法委員的素質 改革國會的亂象 這才重要 要改革國會 而不是要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是讓你們的權力更大 什麼都能吞下 什麼都能吃下 改革國會 是把這些國會的惡習把它杜絕掉 讓國會變成一個正常的國會 我回頭講到剛才徐曉信跟黃國昌 在立法院直播那一段 我是議員 我在桃園市議會 我都不會做這種事 拿著一個直播架在那個地方這樣 這樣 然後後面一個人跑過來說 還有我剛睡醒 我剛睡醒 我在立 我在桃園市議會 我都不會這樣 我都乖乖地坐那邊 在任何辦公的地方 真的 我們議會每個議員 一個桌 在這個議場裡面一個桌子 我把桌子整理得好好的 坐好 起來發言就發言 時間到我是最乖的 全桃園都知道我是最乖 這樣一到 我就立刻停止 紀律 我尊重議會 為什麼 這是人民給我的權利 這什麼叫藐視國會 這兩個人正在藐視國會 正在藐視國會 你上課到學校 我不要講立法院 到教室去上課 老師在上面上課你這樣 開直播 這老師上課好無聊 還不錯 好無聊 那阿川就說 我剛才剛剛睡醒 這樣像話嗎 很難看 這是不是藐視課堂 藐視老師 老師不當你才怪你當過老師 你這樣遇到誰 你會不會當他 不當他對不起 這個姿態在國外來講 真的就是藐視國會了 他這個姿態 沒有尊重國會 尊重立委的職權 在任何的場合 都叫藐視 在教室 叫做藐視老師 父母跟你講話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我想仲將 表宇北辰 你叫Grace 從頭到尾吐那個姿勢 真的 你叫他講話說 我剛睡醒你們在聊什麼 你說是不是要改革國會 而不是國會改革 國會全中華民國的百姓 現在看得最不舒服就是 我們一票一票投進去的立法委員 你不在這邊好好的開會給我問證 你在那個地方開直播 在那個地方帶棉被睡覺 睡覺起來就算了 睡覺起來了 起床氣還特別差 去扯人家的領子 去打人了 對那你覺得這是不是藐視國會 所以要別人不藐視國會 你自己先尊重國會 對要先自重 請問藍白 這一些 我沒有說全部 部分的人 在議場上開直播 坐姿不端正 行為不檢點 講話出言不遜 對不對 說對陳廷飛講完之後對不對 那直播說也是在立法院啊 講完之後人家說 你為什麼要出手去踢人家 去踹人家 讓人家受傷 沒有我只是在直播上嘴而已 你是立法委員耶 你是立法委員耶 你可以直接嘴而已 我不知道這個到了 到了這個法院 法官會不會採信啊 法官說你自己說你把它踢倒 不打他打誰 法官啊我只是嘴而已啊 那麼認真幹什麼 你如果不聽我是嘴 你就藐視國會 法官跟你講 這是在法院 不是在國會 有本事到法院 就這樣跟法官講 對 然後我覺得 那王毅川也可以講啊 我那個數據 我只是在嘴而已啊 我只是在節目上嘴而已啊 對 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啊 分析一下不行嗎 只准密歡嘴 不准益川嘴啊 對不對 我只是陳廷飛 我沒有要打他 自己摔跤自己吊打他嘛 我只是在直播上嘴而已 那王毅川也講啊 我只是在節目上嘴而已啊 我並沒有說那是真的啊 所以我覺得 變成我們這些評論員以後 我們在做評論之前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 大家聽好 我這只是假設 底下純屬嘴 對 我現在只是在假設 我只是在嘴 如果碰巧講到國防 剛好一樣的事 那只是我的假設 按照大清利率 在公堂上假設清皇有罪嗎 假設一下 假設一下無罪 假設一下無罪 無罪 一定要這樣嗎 中華民國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走到這樣子 是不是很可悲啊 是太可悲了 對 所以我才說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 第一個尊重國會 從你開始 對 不藐視就叫尊重 你在國會殿堂上面 知識不良 脫美人脫香塞 不不 俊俏的連 俊南脫香塞 後面一個剛睡醒 起床氣不好的女生 過來說 無聊啊 這垃圾法案 你們不是在舉手嗎 你們不是在表決嗎 搞了半天 原來 我們立法院的法案都是垃圾 那垃圾為什麼要通過呢 垃圾一個月 垃圾法案 你在那個地方睡覺 開直播 一個月 人民納稅 這個五月份大家氣都不太好 因為都剛繳完稅 剛繳完稅 這稅金都盡你口袋 你不覺得很窝囊很難過嗎 所以我才說 叫總統 請總統到立法院去做國慶報告 是立法院通過的 總統被邀請去 去了 急問急答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問清楚國政的方向嗎 我覺得不是 是要給總統難堪 對 你們全部努 這麼努力把總統邀請到國會來做報告 總統準備得很好 要來報告 你說這不是你的秀場 要聽我說 那就徐曉青報告就好了 幹嘛叫總統報告嗎 幹嘛叫總統 那就叫徐曉青直播報告就好了 左一支手機 右一支手機 上面一支手機 然後吹敵一支 吹索納 還是要展現棉被 還是要打拳擊 隨便你 國會不是你的表演場 我們要看總統 對全國的未來怎麼走 不是給你看的 是給全國大家看 對的確 這余將軍描述的太貼切傳神了 也就是說呢 這些立委想要處罰人民 但是自己有沒有尊重國會 有沒有尊重自己立委的職權呢 清晃我們看到徐曉青跟黃國昌 做了一個什麼樣完美的詮釋 原來藐視國會就是這個樣子嗎 當然在他說這個他們所表決的法案 就是垃圾法案的時候 我們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網友 大家都盯大眼睛在看 所以他的逐字的原文 大家通通都把它寫出來 為什麼要寫出來 免得你們說人家斷章取義 所以大家寫出來注意看 他說因為今天真的太無聊了 今天每一條都是垃圾法案 那我只問一件事情 垃圾法案是你們國民黨跟民眾黨委員 要通過的法案 如果你們要通過法案是垃圾法案的話 請問這一句話 跟徐曉青和黃國昌兩個的行為 算不算是最大的藐視國會 算吧 你說自己立的法案是這個垃圾法案 那如果你立出來是垃圾法案的話 在所有的民眾眼裡 那你現在做的行為 就叫做藐視國會嘛 然後另外黃國昌在開這個直播 徐曉青在後面 黃國昌也沒有否認說 徐曉青你怎麼可以說這是垃圾法案呢 這是我偶心力血跟傅困青兩個 拼湊出來的法案 你怎麼可以說是垃圾法案呢 黃國昌有講這句話嗎 也沒有嘛 既然沒有的話 黃國昌也沒有否認 徐曉青所說的垃圾法案這句話的話 那請問黃國昌這個行為 是不是也是藐視國會 所以兩個都在藐視國會 但更尷尬的是什麼 更尷尬的是你要知道 這個黃國昌在這裡面內容 跟徐曉青一搭一唱說 哎呀這個民進黨立委 每一條都要上去講 然後什麼都沒講 然後我們就不許修正 然後嗆家是薪水小偷 然後黃國昌說民進黨立委 都是在抹紅徐曉青黃國昌 然後跟國民黨民眾黨這些人 可是各位啊 這個法案立出來的結果是 你看到他定義不清 你看到他程序有瑕疵 你看到內容可能會傷害人民 這些事情不是我們講的 這些事情是有超過一百個法學教授 出來講的話 那這些法學教授請問 他們也通通都是在傷害大家嗎 不是嘛 所以他們講了這個內容 請問一下這一件事情大家難道沒有值得繼續往下探究的必要性嗎 好那我們給大家看 因為這兩天 國際媒體這個臉真是丟到國際媒體去了 你看國際媒體怎麼講的 這更妙了 為什麼 黃國昌去嗆這個國際媒體 而且感覺好像把這國際媒體打成是親綠媒體 你知道嗎 然後是哪一個媒體呢 這個媒體很有名 在我們財經圈不會有人不知道 他去嗆人家英國的智庫 經濟學人智庫 因為經濟學人智庫呢 推出了最新的評估報告說 因為這個藍白這次強推的國會過權法案呢 他有可能會影響到台灣的三權 五權分立制度嘛 那台灣的權力平衡制度你要想說 過去我們的行政司法立法監察考試 行之有年的五權分立 然後呢他的意思是說 你這樣的修法結果會造成 國會擴權跟權力分立的破壞 所以重新評估台灣的民主指數 那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台灣的跟其他國家的民主指數 和自由指數的評比 每年各機構都會做啊 全球都會比較啊 那有可能倒退是不是 他要重新評估 他要重新評估 有可能就倒退了 你這樣子會造成你的民主指數 有可能會倒退啊 結果妙的是什麼呢 針對英國智庫經濟學人智庫呢 黃國槍去嗆他說 哎呀經濟學人如果寫出這樣的文章的話 我跟大家報告 那個只是在砸經濟學人自己的招牌 自己丟自己的臉而已啦 這句話講完之後你想說 經濟學人是多老牌的這樣的智庫啊 經濟學人是多老牌的這個 我們講說在評估各種 跟經濟政治有關領域的這樣的一個媒體啊 結果呢他可以被你講說 這個東西是在砸自己的招牌 自己丟自己的臉而已 我們要請問一下 黃國昌的專業知識 拿來跟經濟學人比的話 我相信社會絕大多數 還是相信經濟學人的多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拿自己的臉去跟經濟學人對閘 史上沒有看過這種事情 黃國昌快變成宇宙的燈塔了是不是 而且他還告訴大家說 你與其相信經濟學人 不如去看卡提諾狂新聞 哇這件事 當大家昨天社群在看的時候更神奇啊 你看將軍在笑的時候就知道 大家看卡提諾狂新聞為的是 要得到我們想說精準的資訊跟評估分析嗎 不是吧 可是他告訴大家說 你看經濟學人 不如去看卡提諾狂新聞啊 這樣的一個比較結果 昨天很多人做了各種梗圖在嘲笑他 根本莫名其妙